哪个动漫人物是宇宙第一帅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排名是否靠谱 分为小学赛道 中学赛道 以及成年赛道 咱们先说小学赛道 帅气第三名是刺客567 当然我指的是开大号的567 平时的567就是个呆瓜 帅气第二名是魔头哪吒 看着犀利的大眼睛 酷炫的火火轮 洋气的火箭枪 简直帅的不要不要的 小学赛道帅气第一名是名侦探柯南 无论是实力还是颜值 妥妥的排在小学主No.1 小伙伴们应该没有意见吧 再来就是中学主的帅气排行 帅气第三名是宇次波佐助 火之国木叶春 宇次波一族的天才小帅哥 拿下第三名没有任何问题 帅气第二名是拳夜叉里的杀生丸 这一头乌黑亮丽的白发 简直帅的不要不要的 中学主帅气排名第一位 那就是灌篮高手的刘川峰 这小子又高又帅又会打篮球 俘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 排名第一实至名归 再来就是成年主帅气排名了 帅气排名第三名是来自于 一拳超人的齐玉老师 这时有机智的小板就要说了 丑啊过分啊今天你就过分了 你给我这开什么玩笑 一个光头也能上帅气排行吧 我当然说的是还没有掉发的齐玉老师 那个时候的颜值还是能打的 帅气排行第二名的是 晋级的巨人底的兵长利维尔 精致的面庞从来不苟言笑 永远一副从容自信的表情 利维尔的帅是一种发自内心 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一种帅 简单的说就是帅得很嚣张 那么咱们现在揭晓宇宙第一帅 他就是来自光之国的 第一家伙伴 因为第一家才是真正的阳光男孩 第一家所得之处 一切黑暗都会退卷 那一刻他化成了一道光帅气 照耀了整个世界 这才是所有帅哥的终极目标 所以现在的你还相信光吗 感谢小板点的工作 超完顺利 下期一个伙伴 感谢小板点的工作